大家好,这几天我一直想做一期中美之间的关系的视频 但是确实家里头的时间比较忙 那么今天我把这期视频补上 但是这几天各个媒体从不同的角度都评述过这个事情 而且是各有各的说法 我觉得最离谱的说法就是 布林肯回到美国以后台海关系会急剧升温 这个习近平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会大大的增加 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 那么我们看布林肯返回美国以后发生的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拜登在他竞选的一个拉票的这样一个集会上 他直接说习近平是个独裁者 这个事情引起了中共强烈的不满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此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那么还有第二个事情 他是这样说的 据说美国国会起草了16万亿元的新冠赔偿法案 那么他具体的内容有哪些呢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这个金额也是非常大的 16万亿 那么这个要执行的话 他首先就是要扣押中共这些海外的资产了 我想他会不会连带着扣押一些官员的资产呢 这个都是未知数 但是现在世界的格局啊 我们可以参照一下清朝末期跟世界各国的交往 我觉得情况近似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中美关系将会怎么样去发展呢 我想那个新词啊 我认为呢可能比较准确 叫做冷合作 以前呢大家形容这个美苏关系呢 是冷战关系 世界格局呢是出在冷战之下 那么现在呢我觉得是达不到冷战那个级别 但是呢可以说是一种冷合作 相当于这个家庭里头啊 夫妻两个呀已经没有感情了 相互之间的矛盾也很深了 已经相互不信任了 但是有爱与孩子或者双方父母的关系 还有这些单位同事的看法 两个人呢又不得不在一起生活 我觉得呢中美之间的关系呢 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 就是一种冷合作的关系 双方都很冷的 但是这个日子呢还得过下去 我觉得我的这个描述呀 应该比较准确吧 请大家呢发表你们的看法 因为中美之间在短期内完全脱钩 这是做不到的 毕竟啊合作了几十年 就是彻底脱干净 也得要有一段时间 你只要一两天快刀斩乱麻 这个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啊这种冷合作 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呢 将会是一个常态 那么我们纵观布林肯访问中国啊 可以说啊是无功而返 双方啊没有达成什么东西 你不要看双方的媒体啊 写了一大堆 实际呢啥都没达成 首先习近平就没有诚意嘛 我们来回忆一下 中美之间会谈的这些细节啊 首先第一个 光为了达成这次会谈 双方就沟通了几个月 那么中共的意思啥呢 就是造成啊 让国内的五毛粉红认为啊 是美国死去赖脸的 求着要跟中国谈判 然后第二个 当布林肯的飞机到达北京以后 派了一个司长去接待 这个级别就非常非常差了 按照对等的来说 应该外交部长去接待 但是没有 他派了一个司长去接待 所以从这个规格上 已经给你降的很低了 那么第三个呢 机场连一块红地毯都没有 这个与外交礼仪啊 是完全不服的 那么我们回想一下 当年是不是中共给奥巴马 也没有给红地毯 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川普上任以后 跟中国发动了贸易战 你不要以为你做这些事情啊 耍这些小青眼啊 别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第四个会谈的地点 有人说呀 尽管是在人民大会堂见面 但是秦江迎接这个布林肯的时候 他没有放到会堂里面 据说是专门放到一个去会议室的 这个锅道里头 显得非常涌极的一个地方 就是让别人感觉非常不重视 实际啊 这也是中国的那点小心思 第五 就是习近平的出面 这个才有意思的 就是布林肯这次来啊 提前没有安排他跟习近平见面 在习近平表示见他之前的 一个小时通知他了习近平要跟他见一个面 就是说给布林肯啊 来了一个措手不及 然后这次见面呢 真是啊 有点摆谱 而且呢 想营造一个万邦来潮那样一种感觉 他呢 没有像常规的接见这些外宾啊 就是坐在三发上 或者坐在椅子上 两人呢 搁着一个茶几 大家想一想 前一段时间 他接见比尔盖斯的时候 都是那样做的嘛 但是他这次见布林肯呢 是在一个椭圆形的这个会议桌上面 就跟中国的公司开会一样 老板坐到那个头头 两边的员工呢 坐在这个底下 就是给人一种呀 习近平是老板 然后你们底下的人都是马仔 这样一种感觉 那么这个感觉就是习近平是皇帝嘛 布林肯是求着来见他的嘛 他想营造出这样一个氛围 而且这里头含一个细节啊 就是习近平坐的那个椅子呢 他提前专门有人过来 给他摆对位子 然后习近平再坐上去 你想想 这是不是皇帝的待遇呢 对吧 他想营造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帝王般的感觉嘛 所以啊 他做的这一切东西 你不要以为老外不知道 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呀 我看了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啊 人家把中共的这些心思呀 分析的非常透彻 而且呢 非常藐视中共的这种做法 那么讲到这呢 我们来回顾两段清朝的历史啊 一个是这个乾隆皇帝啊 接见英国使臣的这个小故事啊 他是这样记载的啊 9月14日8月初十 乾隆帝正式接见了使团 马格尔尼与斯当东盛装出席 他们行了事先谈妥的修订礼仪 单旗下跪 尽管日后中国方面的记载 毫无根据力称 马格尔尼在皇上下临之际 惶恐万壮 身不由己地 双旗跪下 你看看这一幕啊 跟习近平接见这个布林肯啊 是多么的近似 就是人家布林肯实际是不备不亢的 但是呢 你自己的那种小人做派 耍那种小手段 你以为别人不知道 别人只不过不想当面戳穿你而已 你那套把戏现在已经在全世界啊 展露无遗 你要想想 现在这个时代啊 不是清朝那个时代了 全世界的人都是盯着你的一举一动的 你这种儿戏 只有这种弱智愚存的人才能干出来嘛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小故事啊 一百多年前 李鸿章访问美国回来后 说过这么一段话 美国人敦厚 善良 众信誉 千万别把这些人当成傻子 美国人一旦识破你 一直在耍他 就不会再对你有善了 所以李鸿章这个认识啊 是非常高的 就是西方人啊 注重了这种契约精神 实际这个东西也不是很神圣 中国人也在讲 就是说话算数嘛 但是中国人呢 脑袋里头呢 往往装的是那36G 就是互相搞那个阴谋诡计吧 互相使绊子 认为那是人际交往的最高境界 就是把一些坑人害人的计谋呀 当做人生的教条 反而把这个最朴素的说话算数啊 不当回事 小道底下的饭腹走卒 大道庙堂之上的君王大臣 都是这样的 这就是中国文化糟糕的地方 那么我在学习满清历史的时候啊 就是以前的历史书呀 批判李鸿章这个卖国贼 说李鸿章卖国呀 已经卖成金了 列强要签协议的时候呀 都指名道姓要李鸿章来 这样才签协议 实际啊 真实的例子是啥呢 当时朝廷之上 只有李中堂呢 有这种世界观 知道发达国家是怎么回事 也懂得文明世界的一些外交规则吧 所以外国人认为呢 跟李中堂谈 才能谈成 跟那些愚昧的大臣谈 就好比你现在跟五毛粉红战狼谈 是一样的嘛 所以李鸿章啊算是晚清的一个非常有才能的大臣 那么现在纵观当今朝廷上下 上面的不如老佛爷 下面的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李中堂的 这就是目前中共朝的一个状态吧 那么我想啊 中美关系走到这一步 为什么布林肯一定还要去中国呢 一定要跟中共见一面呢 对不对 实际啊让我说啊 这个事情啊很好理解 就是拿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啊 就是最后呀 到你家去看一看 你们家的人值不值得交往 对不对 我的看法呢就是这样的 其实这种事啊 在我身上呢 也是出现过好多次了 就是以前啊 我们也有一些公司跟我们合作嘛 做着做着呢 这些公司呢就开始背后捣鬼了 开始偷奸耍滑了 那么当我们想更换这个合作单位的时候呢 肯定要去派人考察考察了 毕竟合作了那么长时间 看看这个公司呀 主要是看那个老板啊 值不值得继续伸交下去 如果发现啊 已经彻底不是在交往了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不合作嘛 那么我想啊 布林肯到中共来啊 也有近似的目的 就是最后到中共来看一下 中国有没有诚意跟美国搞好关系 那么从现在中共的表现来看 中共是没有一点点诚意吗 让我说后面啊 中美之间啊 一定是一种冷合作的关系 甚至到一定的时候 比如说把俄罗斯的事情搞完以后 回过头来搞你中共 没有啥不可能的呀 就跟我前面说的那样 美国国会提出的那个法案 就是让中共来赔这个新冠损失 那么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中共不想给钱怎么办呢 会不会再来一次八国联军呢 对不对 这次如果再搞的话 我估计不只是八个国家了吧 也许中共以前一些朋友呀 也加入到这个淘宰大军了 好吧 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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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